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家风疏狼磊落 坦荡潇洒 他们倾目已久 特来投奔 夫人 你信吗 江晨说完 江峰眠晚而一笑 将视线转移到于紫园脸上 我信个鬼啊 你当家主对那帮小兔崽子们好 又不是一天两天 云梦僵士的家风也是一贯如此 难道他们是这两天才知道 说得越冠冕堂皇 背后就越是可能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阿诚 让人乔装打扮混入那些人中 探天一下他们的真实意图 于紫渊冷冷一笑 那些人的说辞 他是一个字都不信 早干嘛去了 江峰眠接任家主二十余年 临梦江市一直不温不火 既没有兰陵军事的滔天富贵 又没有姑苏兰时的教育资源 好在孩子们还算争气 在世家公子排行榜上挣得不错的成绩 我也不信 阿诚按你阿娘的吩咐去做 是江诚转身离去 江峰眠抬手搂住自家夫人的心腰 自从二人间的误会解除 明白了彼此的心意之后 江峰眠仿佛被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一有机会就会动手动脚 而且乐此不疲 与子渊强势冷力的个性 也逐渐融化成一汪春水 江叔叔 于夫人 我回来了 江峰眠刚刚庸人入怀 还没来得及一亲方泽 门外就传来未无限欢托的声音 这帮臭小子 惊怀我好事 你呀 越老越不正经 那个臭小子 不声不响出门好几天 你不想他 与子渊坐直了身子 微微整了一下衣巾 暴怒清真地打了江峰眠一下 江叔叔 于夫人 我回来了 这是 聂大哥让我给你们带回来的礼物 阿县魏无限刚把礼物从乾坤袋里掏出 就听到身后一声 略带气喘兮兮的呼唤 师姐 谢谢好几天不在家 师姐有没有想我 师姐一定是想我 师姐想我想的都瘦了 江厌离的到来 让魏无限瞬间眉开眼笑 窜过去抓住自家师姐的胳膊 上看下看左看右看 小嘴巴巴的自问自答 阿县你也瘦了 可不吗 我在外夜里 就想着师姐的莲藕排骨汤 念怀方也让人做过 可是他们亲和的偶 没有我们云梦的粉诺 排骨也没有我们云梦的肉多 小馋猫 等会儿我就给你去做 江厌离抬手 刮了一下魏无限挺翘的鼻头 阿县 你回来得正好 当初 宣布解除和兰陵金氏的婚约 是因为误会造成 如今 他们两个两情相悦 我和你江叔叔 也打算成全他们 与紫渊看着门口的姐弟二人 无可奈何的摇摇头 那一个撒娇一个宠溺的模样 亲姐弟不过如此 江叔叔于夫人 金子仙那个花孔雀 除了娇金自傲 骄傲自负 目中无人以外 也算是胆识 有担当 金夫人也是一个好婆婆 魏无限曾经亲眼目睹 那个痛是爱子的母亲 强忍着丧子之痛 贴心照顾着江厌离母子的样子 并没有因为江厌离是魏无限的师姐 而迁怒则被半分 阿县 之前的事 错不在你 你看 老天都给你和兰二公子 重新开始的机会 让你们回来守护自己想守护的人 见魏无限突然黯然神伤 江厌离知道他又想起了过往 抬手将他身前的头发拨到肩后 嗯 师姐 我和江城 一定会让你和金自仙的婚礼 在一百年之内 人人提起来都叹为观止 没人能比得上 啊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